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不管干什么 他总能算出一本账 我真的觉得这样很累 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 他现在不光自己算计 还要逼着我一起和他省钱 我真的接受不了 有请这队情侣有请 张献长23岁来自湖南 街舞老师 卢女士23岁来自河北 主持老师有请 欢迎两位 专门叫主持的 对 叫孩子主持是吧 主要是口才 我今天来主要是因为 之前我们两个在杭州那边 在同一家公司嘛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要被调到上海那边 我不知道 他是走之前跟我说的 现在我们两个的状况是 我在杭州 他在上海 我们两边都租了一个房子 我们两边每个月房租都要五六千 所以我想问问他 到底什么时候回杭州这边 如果他要是没有准备回来呢 那我就去上海那边 哦哦哦 您什么想法 我在上海那边呢 一个是因为工作原因确实要去 在一个 其实说实话 我不是很想回杭州 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过着还是太难受了 哦 那您是不想回杭州啊 还是不想跟他继续谈下去啊 因为跟他在一起嘛 感觉 他觉得他是节约 但是我觉得他是抠 太抠了 太离谱了 我哪儿抠啊 我就打个比方吧 我说我想喝那个巧克力牛奶 然后他给我拿了一罐奶粉 一杯水 一块巧克力 他说你冲一杯奶粉 喝一口牛奶 嚼一块巧克力 在嘴里晃一晃 那不就是巧克力牛奶了吗 这是一回事吗 我说的也没错啊 就你听嘛 巧克力牛奶 不就是巧克力加牛奶吗 那我们前一阵去超市 超市搞活动 送的巧克力也没有吃 我们家买的奶粉 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该喝了 我就想你把它那个奶粉 顺便消化了 把那个巧克力也顺便吃了 你放嘴里摇一摇 它不就是巧克力奶吗 你看还摇一摇 太敷衍了吧 好歹你说 把那个牛奶加热一下 或者巧克力加热一下 你给它花在一起 那也说得过去吧 你花一花 花一花是什么东西 你加热的话 你不要煤气啊 你用微波炉不用电啊 我以为是懒 原来是算计过的是吧 对啊 哦 每种事 他都是这么能算 就每天都有那种 奇奇怪怪的想法 还比如呢 我们机构放假 我当时就想 找个海边去玩一玩 他呢 当时也没说什么 他也没说去不去 结果他第二天 整那个投影仪 晚上下了一张 那个海边的照片 往那墙上一投 他说 你不是想去海边吗 那咱们现在就是在海边 咱们现在就是住的海景房 你听啊 我们那次就放个 两三天的假 然后他说 去厦门那边 我就去查攻略了嘛 然后看了机票 看了那个住宿的 要多少钱 我们就放两三天的假 去那边一花 要花两三千块钱 花的钱也不少 然后玩又玩不好 那我就想着 正好前一阵 就去拼了一个 那个投影仪嘛 也没花钱 我那个照片可不是下载的 我那专门找朋友 人家去玩 拍的特别好的照片 我给他放的 一点都不知足 我还给他扇风 让他感受一下海风的感觉 那扇什么风 那扇的那叫海风吗 那怎么不是了 你别说你在家看海边了 你想看海底世界 我都能给你放 去什么沙漠都可以 是你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对对对 您这是一击在手 走遍全球 对 太空都可以 对 就在家里把世界 就环游了呗 反正他每次都能冒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想法 还一回跟他去那个超市 买纸 那种抽纸 一抽三成的 结果一买回去 他就把那三成全部分开 我说你干啥 他说这样一包纸 不就分成三包了吗 对啊 我说你闲呢 还对啊 那天下午也没事了 我就把那个纸给分开了 分成三包 三层纸也是用一张 一层纸也是用一张 就擦个嘴吗 那么那么多事呢 那也太薄了 一张纸你分成三层 那么薄一层 那能擦什么呀 你不会叠一叠吗 叠一叠 反正跟你讲道理也讲不过 吃的也是 咱们去菜市场 去超市买菜 他就专门挑人家 那种烂的 那种很便宜的 哪烂了 那不是烂的吗 烂的给你吃吗 我没吃吗 那就不是烂的 所以你才吃啊 就是超市呢 关门之前 他会有那个打折区 那个菜叶 他只是蔫儿吧了 他不是烂掉了 烂掉了你吃吗 我有的选吗 哈哈哈哈 那后来我们去 家楼下那个店子 去买饼呢 人家买饼都是说什么 一张或者说半张 或者说什么四分之一 他那天 他说他要八分之五 你说什么是八分之五 八分之五是多少啊 一张饼不是圆的吗 他们卖的时候 不是切四分吗 然后每次我们两个买三块 就是四分之三的时候 他都吃不完 总剩那么一块 我就觉得浪费啊 如果他切八分的话 他吃三块 我吃两块 正好就是八分之五嘛 我觉得我做的没错啊 那你吃多少买多少吗 你多了不浪费吗 吃不完留着呗 贵这人师傅也不卖啊 你留着的话 我今天我花这个钱 买的是这块热乎乎的饼 那我明天吃的这块凉饼 是我昨天花热乎乎的钱买的 那也不合适啊 而且他不卖 我不是不买了吗 我走了吗 那不我给他拉走的吗 就他经常省钱 特别会涮你知道吧 就涮得还特别细 就你说那种女生用的 那种护肤品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吧 你稍微买好一点的 也没事了是吧 毕竟涂脸上的 他们还是要去朋友圈 买那种打折的 很便宜的 就那种快过期的 零期的那种 人家没有过期 在我用完之前 它是不会过期的 那不坏了吗 没有坏 你老说它坏了 人家原价200块钱 一瓶水 然后我就是买的话 它可能生产日系 没那么靠钱 然后打三折 卖给我60块钱 那你说 你这样的话 比原价要合适多少啊 它60块钱 然后一个月也就20块钱 一天也就六毛七 跟原价的相比呢 一天要省1块5 然后一个月呢 省47块6 你算过没有啊 那你每个月 你为了省那么几十块钱 那你后来 不把那脸用烂了吗 不是过敏了吗 哪有啊 你买好的 就没那么多事 只是那一次我用得慢了 它不是每次都那样 我用了那么久了 就那一次 就是用慢了吗 你不用的 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 你买好的不行吗 还说我 我每次省这么点钱 都让谁花了 都让他 他老是把人带回来吃饭 我真的觉得 真的不理解你这种行为 我买一套水乳 跟原价相比 我省了140块钱 我可以再用半年了 你呢 他把人带回来吃饭 隔三恰五的带回来 你说我生不生气啊 多浪费啊 那不就一周一次吗 叫这个朋友回来 吃点饭 喝点酒 没啥问题啊 一周一次 一个月就四次了 不多吗 那咱们管饭 人家不也带东西了吗 人家不也带酒 带零食了吗 他们不来的话 不就不用带了吗 那你后来还找人家A 我首先 我就不想让他们来 第二 我觉得A这件事 也没错啊 那你让我这个面子 往哪放呢 你算算 我们俩平时吃饭 买个西红柿 也就四五块钱 回来炒西红柿炒一袋 那每次他们过来 买西红柿 买土豆 买茄子 买什么买一堆 起码花 我也想买菜 你们家里面怎么没肉啊 西红柿 茄子 土豆 没听见肉啊 真没肉 不想吃 啊 不想吃 朋友想吃啊 孩子 朋友也不想 行行行行 反正每次他叫朋友回来 都要 就是我们十五块钱 他叫人回来 要花二十块钱 一周一次吧 一个月就四次了 那我这一个月 就又多花六十块钱 这六十块又给我 买一瓶水了 你算没算过 那后来 我不也没叫了吗 是吧 人家是不来了吧 兄弟 他不喜欢别人 来家吃饭 后来也就没叫了 我就说 我平时 我在家里 就上上网 打打游戏 这个总 总没事了吧 没事 如果人家 别人下班了 出去撸窜 出去酒吧 干什么的 我就在家打个游戏 我又不费钱 他还不行 你打游戏 怎么不费钱 怎么费钱呢 他买了一个电脑 首先他买之前 我是不知道 买之后就买了吧 他那个电脑 那个屏幕是十九寸 待机的话 五到六个小时 要一度电 那边电价是五毛三 那你先这样算啊 待机五到六个小时 咱就不算了 他一玩 就是四五个小时啊 这玩两个小时 就要一度电 他不说多 一次玩四个小时 你要是不玩的话 我们这一块零六毛 不就省了吗 你一天一块零六毛 一个月呢 三二一块八 那我在家休息吗 不 你在家休息 你不能玩手机吗 不能看书吗 你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吗 看书不是买书还贵吗 一本书好几十呢呀 费钱啊 朋友有书啊 可以借啊 哦 书非借不能读也 哎呀 这姑娘厉害厉害 那后来每回呢 她出门 她就得看那个电表 回来也看一眼 后来呢 她喜欢 你自己倒是自律点 每次我出门前 我说少玩游戏 也别玩游戏 她啊啊啊是 我出去上八个小时班 她在家玩九个小时游戏 每次我不看我都不知道 那你就把电表锁了 那你要是自律的话 我会锁吗 我就在家打个游戏 她还嫌我费电 她那回就给 给那电闸 上了个锁 她出门 她把那个电闸拉下来 然后把锁锁上 我休息 我就在家 就当个原始人 我拉电闸 首先我们上班 拉电闸是正常的呀 家里很多那种 不用的时候 那种待机的电器啊 比如说电视啊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我拉下来 一天不就很省电吗 在家 是是是是 那我锁上不是因为 你不自律 你成天在那儿 拉开了玩戏吗 所以他们家的冰箱 里面的东西 应该是臭的 冰箱 我们冰箱没有东西 我们冰箱是摆设 我们是饭饭面面的 那倒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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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冰箱 不过我们不用 因为我们每天买的菜 当天就吃完了 对对对 你们这个真是 我只是精打细算而已 那平时我还给他 买东西呢 他说他妈妈要过生日吗 我还给他妈买手机了呢 哎呦 这个不容易 啊 好意思说啊 就那回我妈是过生日 我打算是送我妈一台 八千多的手机 嗯 然后那个时候跟他也说了嘛 他也同意了 就说咱俩一起出个钱 就给我妈买的手机 后来他说他 是啊 我买的呀 你好意思说你买的 八千多的手机 他不知道在哪找的 找了三千块钱 买他那手的 那你说手机 是不是一样的手机 正好我要买 那个手机的时候 我朋友知道了 我朋友说 哎我这儿这个手机 我刚买了一个多月 我要换新款了 他要把那个手机卖给我 他也知道我平时的性格嘛 他就三千多块钱卖给我了 也没多收我钱 我就说好啊 我觉得首先 买这个手机呢 你八千多块钱 确实挺贵的 然后你三千多块钱买 省了五千呢 我觉得我送给他妈妈 首先是一份礼物吧 孝心 第二我觉得我这种品质 也是值得表扬的呀 但是关键 那手机是送给我妈的是吧 你要说给我用台二手的 那我无所谓 我妈那个时候过生日 你送一台二手的 那她当然觉得你没有诚意了 那谁知道你妈会不高兴啊 要送我妈 我妈就不会觉得什么 其实我觉得 跟她在一起 有这么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已经 生活方面已经很配合了 但是后来呢 她说咱们还得赚赚钱 然后说 让我再去办一张银行卡 咱俩的工资 全部存卡里面 就都不动 那时候在一起一年多了嘛 平时是她花她的 我花我的 虽然她说我这么抠 但是我没有拿她的钱 都是她听我的而已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两个办一张卡 然后把钱存到那张卡里 以后买房买车什么 都是需要钱的嘛 我觉得我做的也没错呀 之前我自己管我的工资 跟她过都过成那样 如果说我以后 我那个工资卡 打在那里面 那密码呢又是她设 那工资卡打在里面 那我每天又不是不给你钱花 那我以后不得死啊 你至于说那么严重吗 我每天没给你零花钱吗 而且你 多少钱多少钱 十块 心情好就有心情好就有心情好没有 十块钱啊 那便当都吃不了啊 我们每天机构是管饭的 然后有水喝 我们只需要晚上回来吃个饭 马上回来买菜我都做好了 用不着钱啊 我们交通的话 我们可以骑共享单车 家里离单位就三到五公里 骑车过去很方便的 是啊 那这个过程太没意思了吧 生活是吧 总得有一点开心的东西 所以臭小子 你是跑到上海了是吧 你算逃离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还跟人交往不交往啊 回去以后还是过这种日子 说实话 我是不太接受得了的 所以你去上海 不是工作过去是吗 你躲我啊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吧 那你也不跟我说 怎么没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不重视啊 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 没必要把你的钱花到 有没有必要是一个劳动者 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有人来指导的 我没有说不让他花 我只是说日常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这种小事方面 是我比较说的比较多 那他平时买键盘啊 买电脑不照样买吗 我也没说不让他买 那我自己挣钱 我自己买 为什么不行呢 去了上海觉得怎么样 那还是舒服了一些 自由的空气很好 喝到巧克力奶了吧 那随时都能喝的吗 还是比姚姚要好一点的 你等我干嘛 说的不对吗 我觉得该用的是该用的 能用的是应该用的 但你不应该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有一点就是 过度的铺张浪费 我觉得 比如他是怎么过度铺张的呢 就是说有时候 你看他上厕所啊 包括洗漱啊 你说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顺手关上呗 他也不关呢 怎么不关呢 你刷个牙 我们这边刷牙一杯子接了水 他是开着刷 丫头你这个勤俭持家 是跟谁学的 就是从小生活习惯就这样 其实也挺好 找这么一个特别能欣赏的来的先生 我觉得他们会特别幸福 在我看来这是生活情绪 真的 多有意思啊 他把电箱锁上了 你偷偷地配一把钥匙 他走的时候你把它打开 对吧 回来之前在锁上 再偷偷的 他还觉得没那个 这多有意思啊 笨字啊 因为我 笨字是吧 没有 你一看你就是惯犯 我告诉你老周 行吧 小伙子说我有点受不了了 女生觉得很委屈 我这不是为了我们俩 有一个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吗 应该咋办啊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就在我身边 真正发生的 跟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 我小学同学 我们家邻居你知道吗 他母亲啊 一模一样 他们家就 原来晾衣服不都晾外头吗 他家那个袜子 就原来这个袜子 底色是什么色的 你不知道 又没有一块整部 到最后 当我同学 上到初中的时候 他父亲再也忍受不了 离婚了 这是在上海的弄团 在上海 非常现实的事情 就这么省 他妈一开始是铁公鸡 就像他一样 你现在基本上 跟铁公鸡差不多了 后来发展到 糖公鸡 你知道什么叫糖公鸡吗 丫头 铁公鸡是一毛不拔 糖公鸡是走一圈 还得沾点回来 就经常会捡一些 外面的什么瓶子 其实他家不缺钱 就是这样的一种 病态式的 到最后 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就是我隔壁邻居 抠和节约 不能混为一谈 他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 区别在两点 第一 不能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困扰 还有第二个就是 可以对自己下狠手扣一点 但不能对朋友下狠手扣 这样我们也是一样 我买衣服 我从来都是买打折的 多会过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对吧 但是我对我的爱人 我对我的孩子 他们是不打折的 他们全都比我好 就你对自己残忍点没意思 你不能对别人凶惨 所以小伙子 杭州咱不回去了 你原来那过的叫啥日子 咱挣自己的钱 想吃吃 想喝喝 想买巧克力奶 对吧 咱不用摇一摇 不用掺水 咱都原味的喝 离开他吧 孩子 谢谢周老师 女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省钱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 你准备把省下来的钱 用来做什么 省下来的钱可以 先省着 积少成多嘛 你知道我在之前 看过好几次 省钱达人的新闻报道 我看到了有两个 非常出名的日本省钱达人 你跟他们比 小屋见大屋 有一个女孩 一天所有的 就是早中晚三餐的消费 才九块多人民币 而你还要给她十块钱 但这个女孩 她省钱的目的是什么 在她35岁之前 她要买三栋房 然后第二个 日本省钱达人 她所有的省钱 是用来去旅游 因为她最喜欢 做的事情就是旅游 他们省钱 都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意义 就是他们最后的目标 我要过 我想要的生活 我要去旅游 我要去见到 更广阔的世界 那你省钱的意义在哪里 刚才我问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出来 省钱的意义 还要一个 我想告诉你 刚才我所说的 这些省钱达人 他们并没有结婚 他们也没有谈恋爱 因为他们自己 没有找到 跟他们 齐头并进的那个人 所以他 就是自己做就好了 而我想 如果他们真的 能够找到那个 跟他们共同 愿意一起省钱的人 可能这就是 赵川老师说的 生活是有乐趣的 我们两个共同比一下 今天我们花十块 明天我们可不可以 花九块九 省钱要省出乐趣来 你不能让省钱 让你生活变得很苦 特别是你的省钱 你自己没有得到快乐 你最爱的人 他也没有得到快乐 你们把省钱 变成了生活当中 制造矛盾的机器 这个赵老师劝 你的男朋友离开你 我倒劝你离开 这个男朋友 他不适合你 你就应该找一个 适合你的人 恋爱是要欣赏的 没有欣赏的爱情 就没有味道 所以去找最爱的人 离开他 老周家的人观点一致 徐总 其实我觉得 姑娘能从省钱当中 找到快乐 我一亲戚就是这样 但是呢 她有点跟你 我受不了 就实实在在分手 跟人说清楚嘛 我不是说你分手不对 你分手挺对的 这生活我也受不了 都一样 我就不爱过这种生活 我就想偶尔小小的奢侈一下 小小的挥霍一下 偶尔啊 这也挺正常 就说清楚嘛 不要拖着 你拖着人家干嘛呢 没必要 至于姑娘 我比较同意 徐总观点 我觉得你这不算节俭 节俭是我留下来之后 用到别的地方 你这种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抠门 它其实有一个 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你完成了 这个事情之后 你是爽的 你是有预约感 就你在精神上 达到了预约 你200块钱的东西 你60块钱 哪怕买了一个过期 你很爽 很开心 这不是说我节俭下来了 而是你通过这种方式来 让自己达到愉悦感 懂吗 我不是说你这种方式错的 这种方式也不怎么对 但是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注意到一点 我说的快乐两个字 就打比方说 刚才很简单一个道理 比如说都是蔬菜 你说朋友也不爱吃 说明什么 说明你认为的快乐 只是你的快乐 你没有感知别人的快乐 你男朋友对什么感到快乐 来你家做客的客人 对什么感到快乐 我们要不要为别人的快乐 去做一些事 当你拥有了自己的快乐的时候 我们为别人做事 这就回到你们两个人的 情感关系上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 情感关系的正洁 就在这个地方 不在于你的生活习惯 而在于你没有顾及你男朋友的快乐 他喜欢什么 他对什么愉悦 他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你和他探讨过吗 没有 所以你的未来的生活 你其实并没有他 所以他现在的生活里 也没有你 这才是问题的正经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小伙子就特简单 分合给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是他唯一不对的地方 女生也没有什么不对 就是咱们那个生活的想法 不在一个维度上面 给你启发一下 你要节约 这钱节约到什么地方去 只要是对物的东西 你怎么决言 我都觉得都不为过 但是当有先活人在的时候 就不是谈节约的时候 这不就老师们说的 那个情感问题吗 所以他要跑啊 别怪他 放过彼此 如果不爱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说实话 我也知道 我觉得我们两个 也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 就那种生活方式 我不太能接受 我不知道原来 我所做的 勤俭节约啊 签打细算也好 你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这是我从小的 一个生活习惯 它不可能一朝一夕 去改掉 刚刚听老师说 有的对有的不对 那当然我会尽力的 去把那些 不对的事情 去改正 但是 我觉得 勤俭节约是个好习惯 我不可能说 突然之间 就变了 不该有的可以不有 但是该有的 我会坚持下去 我们两个 我尊重你 谢谢老妹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真正的节约 对应的就是浪费 什么是浪费 明明不爱 还说相爱的 赖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最节约的一种方式 节约了彼此最宝贵的时间 是 是 是